大家好,我是李水红 咱们接着讲ZBPM从入门到高级开发这门课程 咱们接着上一课内容讲 上一课讲到了一个自由流 咱们使用自由流实现了一个月季提交 咱们这几课开始讲一个叫做回退的功能 咱们看一下什么是回退 回退就是我去提交 比如说我这个机理提交到总监了 但是这个总监感觉不太合适 就说我先把这个任务打回去 就打回个机理 要实现这么个场景 这也是咱们去现实工作中经常用到的一个场景 咱们现在回退也是需要自由流的 其实他们的使用的方法 底层方法完全都一样 只不过他们的目额节点不一样而已 这个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不光正的走 到底也能走 正的走是什么意思 正的就是说我组长到经理到总监 组长到总监 咱们也可以到处走 随便两个节点都可以走 总监也可以到处走 走到经理这个节点 是这么个关系 然后上一课还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咱们这个页面 大家这个审批 这个组长经理总监 他们审批页面都是用了一个页面 这一个页面就会发现就是咱们这个按钮 就是比较乱 咱们这个咱们把它整理一下 其实现实生活中他们三个人 一般都是用三个页面 或者使用一个页面的时候 你会在页面里面判断一下 当前的角色是属于哪个角色 然后让它显示不同的按钮 这样才对的 比如说你总监了 已经是总监了 然后你这还显示一个提交到总监 这个按钮就是不太合适的 咱们看一下 咱们去把这个页面前这个布局修改一下 断点是什么意思 好 咱们看一下 那么现在要实现一个 就是员工发起的这个没有问题 就提交 组长这个 组长这个页面 它是提交到总监 咱们组长就保留一个提交到总监 这么一个功能 然后那个经理这块 经理咱们现在想要做的工作 就是经理这块 咱们就不让它提交到总监了 咱们经理这块 就让驳回到组长 这个经理这个页面 咱们就叫它驳回到组长 总监这个页面 这块叫驳回到经理 是这么一个关系 就是我总监能驳回到经理 经理能驳回到组长 一层一层的驳回 当然咱在技术上 这个总监也可以驳回到组长 这么个功能 可能也是完全实现起来 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这个现实生活中 一般都是有一级一级的往下 往下驳回 不可能说是 这样的预约级的 这样的话就不符合 限制这个世界了 然后咱们看一下 首先从看一下这个 主页面 咱们在主页面里边 咱们需要改两个页面 一个是 一个是 经理的 查看 经理查看任务以后 它经理了一个经理的 界面 它们都是使用了这个页面 然后咱们看一下 怎么去想办法 它们其实都是定位到 都是走着这个查看的功能 然后get方法 get完了直接就返回这个了 咱们看一下这块怎么去 区分这个 这三个角色 想个办法 咱们这块就是 让它去 查看 显示这个历史 task任务 界面 让它也不一样 这样才去合理 咱们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 这个经理 组长任务 组长任务 咱们是不做 组长任务 咱们去 去不管的 然后咱们现在去做这个经理 to task list to task list 咱们叫它 这块给它加个参数 咱们叫它 弱 等于 经理 这块总结 咱们这也加个参数 叫弱 等于总 经理 咱们获取到这个弱 to task list 里边 咱们获取到弱 根据弱 然后进入不同 这个list 咱们再建一个list 再建两个 一个叫 经理 咱们简写一下吧 经理 list task 再复制一个 咱们就找 总结 list task to list task 就这块 咱们这块加一个参数 最弱 弱 if 弱点 q 经理 它等于经理的话 咱们让它去 uturn 就是 进入经理的页面 进入经理的页面 总结 List Task 这么个过程 然后其他的都让他 让他到这个节点 让他默认的ListTask那边 咱们看一下 这个里边方法 刚才写错了 然后这样他们经理和总结就区分开了 咱们看一下 咱们把里边的这个 get 也给他 改一下 get 这个经理 这个 怎么就让他传一个经理的角色 做 等于 经理 总结 怎么让他传一个总结 然后直接就进了get的方法 咱们看一下 get里边 咱们核心其实都是进入get里边 get里边咱们detail detail 咱们再复制两个detail 一个是经理的detail 一个是总监的detail 和那个是一样的 这块 这块给他弄一个 使用 使用 它把那个选择条件给他复制过来 把那个选择条件复制过来 总监的detail 还有是这样的 然后咱们把经理和总监这个页面给他编一下 经理的它只能是这块就是提交到咱们这个页面 咱们就叫他博 博回到组长 他接点就是组长审批 经理这块 咱们就叫他 总监这个叫博回到经理 这个叫经理审批 OK 咱们的页面大体上就写完了 咱们看一下 效果 行不行 充其一下 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 这个就是咱们经常要用的一种 就是在现实项目中 也肯定会用到的 就是咱们同样 省批页面肯定是一样的 具体不一样 其实就是一个按钮不一样 里边的一些操作不一样 咱们看一下员工 是这个只有这个 咱们没有变 咱们看组长 咱们看这个出了什么问题 哦 组长 组长他没有 怎么 日老师 没有日老师的话 他就会报控制针 咱们给组长 加一个 加一个 哦 组长 通理 咱们这个 这里边也给加一个 要不这块也会报错 组长 好,咱们看一下 这次应该就不会爆错了 咱们看组长 OK,组长 咱们看组长设计的页面 看一下组长设计的页面 Task ID is now 这个组长设计 咱们把这个弄错了 多了个R 没有问题 组长有个提交到总监的按钮 经理了 经理它这个按钮 其实是博会到组长 总监呢 总监肯定是博会到经理 没有问题 这个按钮就 页面咱们就写完了 咱们看一下 这个博会到功能能不能使用 博会和这个也是使用 那个自由流这个工作 完全一样的自由流 就是说只不说是调用的目的节点 不一样 咱们看一下 咱们刚才可能一个 咱们把这个 自由流二这个功能 然后再博会到 经理 看能不能实现 OK 咱们看经理 经理呢 这块总监 应该是没有这个任务了 这六六一了 咱们看这六六二 它是不是有了 咱们看 OK 到了 咱们到了 经理神秘的节点了 也就是说 咱们把这个任务给博会了 咱们看能不能进一步 博会一下 博到组长 OK 也行 这六六二又博会到组长了 这个就是称称博会 我可以任意的去博会 就是这种方式 也是用自由流 实现了一个博会的概念 咱们刚才看到的 就是我弹出框 非常的漂亮 是吧 咱们让它去也用这种 EUI的这种弹出框 咱们看一下 弹出框也改了 然后咱们这个项目 逐渐的就去 一步一步的 基于正式 基于正规 因为咱们项目 马上就要结尾了 所以给大家去 做一个系统的 越来越系统的 让大家拿到以后 就能学习到很多东西 就能用的东西 一个项目 就是咱们这个 这节课 就是咱们实现了一个 博会的操作 博会操作 和那个越界提交 完全是一样的 它只是说 提交的节点不一样 也就是说 给大家 揭示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 我这个流程 不光是能正着走 还能反着走 其实一样 都是用自由流的 一个方法 核心节点 核心内容 就是在这个自由流上边 大家把这个自由流 这块代码 记牢了 记清楚 然后就OK了 就没有问题了 咱们这期课 就讲了个自由流 这期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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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